啊 但会承受伤害的 只是你定不住他 你定不住他了 阿里 打阿里好打 他想着消耗我 这个人想着消耗我 我不怕他的消耗 我有迅捷不法 他的消耗并不稳定 我们快速推线 南枪就是一手推线快 无所谓的呀 无所谓的呀 我有吸血的 我马上二了 有迅捷不法 回复很快 他的蓝不够用的 他这样跟我打就被我拖住了 他蓝色不够用的 同开的 他已经被小兵打的都没血了 我很快就回上来 他开始推线了 他有点受不了我的推线节奏 我们上去打他了 他的打野会从右侧来抓我 因为他是红开的 他还打的 他在这儿 他在这儿 我去 Army 我去马上 有点 我去马上 是 我去马上 我去马上 第1波推陷成功啊他只有14刀 狂风之力 现在多了两把长剑攻击108 他耗不过我 我的蓝耗比较少 恢复能力比较强 他只有一瓶药 不用帮我抓 说实话 不用帮我抓 我没知道 他如果扑到了我就可以点燃了闪现跟上他死 好可以冲塔强杀 不让他吃这波经验值 好的 算了小兵来了 小兵不来的话我就要动他了 直接闪A他 继续 继续 他对了 他被压的不行 继续推陷 逼他 逼他 别怕我 在 狐狸又被逼回去了 不动的 不动的 我们回一包 舒服 50刀 这狐狐狸被压的不行 捕刀压了他一倍 虽然没有击杀他 我杀肯定杀不了他 我留不住 但是这种推陷的方式会让他很难受 看我能不能找一个秒他一个 他6级之后不好杀了 有闪现有大就更不好杀了 但我这一盘也不是 非要去击杀他 不是 只要能推他线 就够了 你想太多了 你这个就是 他太多了 没忍住上来就跟我打了 他是没有大的了 打也在上 那下一波 他回家了 不管他 我们 不打 又是一层 啊 他对我的消耗真的 不够我们回复的 来我们打个蓝 这个蓝 67 就是推陷快 就是推陷快 其实一刀 那我现在有蓝buff我推陷就更快了 技能随便放了 压了他预警 打不中 打中了也不痛 说实话 不够 不够回的 他很慌 看不见我 我不用放大波罗 已经死了 不需要大波罗 我为什么叫闪 你知道吗 就是因为防止他有闪现 我可以留意 再打输出 塔皮吃掉 再生吞一下 还能死 冲死你 冲死你 这包大招 就是为了血量压制 他有大了 但真的不重要 继续 凤凰推他线 我们吃个药 你能怎么样的 我杀不掉你 无所谓 对吧 你追逼又得回家了 所以他的伤害对我来说太柔了 我吃医学塔 一不能交 一交的话有威胁 这他 还真不好推 他的打也马上要来 拿命怼 拿命怼 真是拿命怼 我但凡有个点燃什么的 他都死了 哎 这个蘑菇真的是不懂事 行吧 那我下一波来 我照样吃医学塔吗 我知道他打断不了 还是医学塔 去帮忙 去帮忙 有狂风自立了 我不能让他过来 就是强势 继续推 他不敢跟我拼 这边 新年 拉动了又怎么样呢 哎呦 你在 你在找死 大波罗 一炮 两炮 进入我的体内 我有积血 三炮 四炮 没办法 这波没办法 这波已经到极限了 没办法 但我还是转啊 我还是转 我把这个狐狸杀了 继续发育 这打野差点死了 差个平A 我有闪的话他也死了 放松火箭 那没办法 那没办法 对吧 这没办法 这波我选择杀狐狸 我就肯定会跑不掉 我只有跟他硬打 把线先压过去 吃个红去 吃不到你 臭 我 随着 随着 吃个 铺 还是 小 aquarium 我们现在化身打野 也不会跟我们的打野抢资源 他要就给他 我们就入侵去了 他现在没时间来 我们帮他收了 早点收 又会刷 收以最大化 是一波对面的大鸟 下去了 不管啊 我们资源不太行 但是我们推进可以 好 上楼看看 能不能抓一下 还有个红在这里 可以打 在打他之前先把野怪吃了 击杀他没那么重要 我还是发 他往那边跑 那我们就不追了 他往那边跑就不追了 把上楼先压过去 他不敢跟我打 我有点燃有红 他跟我打他肯定输 但我也不想着去击杀他 杀也不好杀 我们去收兵 推进 掠夺资源 掠夺资源 T 提案 啊 桀 推nels 我们要去 团队 灰瓶 灰瓶 他在 弄过 直接带走啊一套直接带走 他没打就肯定是 他有打他也就跑了 杀不杀得掉我都撤 我现在要把大鸟撤了 杀完后肯定杀不掉了没红了也黏不住他 本来就不是为了来杀他的 痛不痛 打他还是很痛的 但我杀不了他 除非他跟我硬钢 我们收拨兵 他队友要来 我撤了 我这波没蓝了队友应该是打得过的 回家 把装备补一下 这么多钱 再来一个 这盘出什么已经不重要了 不重要了 队友为什么发起投降呢 这是在干嘛 闹着玩 那这玩 大鸟 队友 队友已经成功了把对面 高地给拆了 这个拆得有点快 谁要还是太早了 谁要还是太早了 冬药死了 冬药死了 你看出问题了 没撤 我们不管 先掠多支援 再撤一个蛤蟆 再撤一个蛤蟆 感谢丁家灰哨的飞机 谢谢灰哨 感谢 我来把这个 狂风之力点燃 一炮 瞬间就秒了 你搞不清楚我的伤害 你搞不清楚我的伤害 一个暴击999 我有收集者的 他现在知道我的爆发有多高了 找人杀没用 没意义 要推 对啊 我们就吃资源就行了呀 队友他不吃啊 你要带他收 知道吧 他不收你要帮他收 不然这个资源都浪费了 打到后面 呦 枪乱开 我靠 有意思啊 乱开我靠 哎 你看 你发现没有 我其实我可以测的啊 我也知道 我这样打打不过他的 我只是给大家展示就是 男枪在自盲的时候 他这个枪乱打 我在试验啊 我在试验 有点意思 我知道我打不过他 因为他给我自盲了 我平安是没伤害的 我知道的 只是他的枪会反着他 他枪走火 这个我还不知道啊 他反得开 有点意思 我们在试验啊 有人说我们这个是 孤儿打法 形容的是什么呢 其实就是 一直在打钱 刷钱 毒瘤 对吧 好像鄙视这种玩法一样 其实 不对啊 完全错了 这种打法才是真正的高手 才会这样打 菜鸟都不会这么打的 因为菜鸟会觉得这不重要 但其实你这样打的话 你会发现 团战 简直就是 毁天灭地 你要知道我现在的伤害 已经毁天灭地了 但是在这种情况下 我还是在发雨 发现的吧 感谢九宝的飞行 你要知道我现在去秒一个人有多快 你知道吗 有多恐怖 我给你感受一下 你看这个狐狸啊 他有大很灵活对吧 但是我一秒钟就能把他杀掉 你看啊 注意看我的细节 一秒钟就死了 我给他打 你看啊 他有闪现跑了 不然就死了 秒了 这个晚好 他打不过我的 你看啊 你看 他打不过我 看到没有 很恐怖 他其实很肉 杀碎皮真的就是两个平A的事情 来我们去打大龙吧 大龙瘦了就可以 一波退掉 有VN他也打不过我呀 没有VN他也打不过我呀 没有VN他也打不过我呀 我两个平A这个蘑菇就死了 我两个平A这个蘑菇就死了 前面有蘑菇 也是蘑菇 一炮 两炮 大菠萝全部都 全部都 都得死 都得死 瞬间三杀 看到没有 对吧 你保持这种发育打团真的就不会拖泥带水 但你会发现路人打来打去 拿不下来 就是因为装备不够好 发育不够好 不注重发育 所以你还会不会鄙视我们这种 孤儿式打法 什么事 孤儿式打不下来 接着吗 还是什么 是什么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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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会找到